一名英国中学数学老师日前因为带着他的女学生私奔被英国警方通缉 当地时间9月28号 这对私奔的师生在法国被发现 男老师已被拘留 这名中学数学老师现年30岁 和他私奔的女学生只有15岁 英国警方表示 两人在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街头被法国警方发现 男老师弗里斯特因涉嫌诱拐未成年人被拘留在当地 据了解 弗里斯特很快将被移交给英国方面 在英国接受审判 而女学生斯坦莫斯目前状况良好 并已经得到英国领事馆和英国警方有关工作人员的照料 她将在接受一系列医学检查之后 由她的家人接回英国 据报道 弗里斯特已有妻子 但与她的妻子不合 私奔前 她已因与斯坦莫斯交往暧昧受到质疑